我是什麼暗的 然後 房間客 螢幕都看不到了 對啊 我省不得把它丟掉 對啊 然後最後送給他爸爸 對啊 反正爸爸只要接電話 你畫面壞掉 你也不知道是誰打來的啦 時間 時間是誰會打來 OK 所以你們住一起 那公司出租金 然後其他水電這些你們要 水電也不用回 水電也不用回 所以你們冷氣就可以一直開嘛 對不對 三次會節制啊 不然會被罵 對啊 電費超過一個程度會被罵 而且之前就是 有時候沒繳 有時候回到家就家都是暗的 而且我們都打不開 有時候常常門都會貼那個 就是吹腳的 然後我們就會打電話去 欸這是怎麼回事 所以平常 比方說像今天出來工作的話 可以就是把前兩天餓著 沒有 就是吃 你在演什麼 你又在怎樣 他好有戲 有點內傷 什麼事情 哪個故事感動的 因為我太窮了 我上次去投人家的麵包 就被人家打 所以用藥的比較不會被打 為什麼自己亂加戲啊 要不然在後面也是很乾啊 你家就乾你一個人 然後不要煩我們 你們繼續 我一直在觀察他 對啊 因為他在後面一直陌陌 他都默默的有行動 然後我們就一直很想偷看 他接下來會幹嘛 對啊 沒有 海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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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想要去黑色妹妹 當助力主持人 你現在嫌我老了是嗎 Selina妹妹不會老 怎麼會老 你要去 你要去黑色妹妹妹的話 就不能再抗戲出現喔 那 反正我跟Selina嘛 Selina到哪邊我就跟到哪邊 我沒有要你跟我啊 他當晚那開演唱會 然後我在外面這樣 過完年 Selina可能不在耶 那怎麼辦 不在啊 不在 可憐的漢臉 你也別太失落啦 加把勁好好表現 說不定康永哥 會網開一面把你留下來啊 所以你們妹妹們 自己住的時候就是 公司就不會管你們的那個 租金這些東西了 沒有 OK 所以跟家人住的是哪幾個 那房租是我跟媽媽一起付 因為房租很貴 OK 所以另外兩 小姐你們都過得很好嘛 對不對 過得很好 也還好啊 就是因為住家裡 可能吃的就盡量回家吃 對啊 現在公司還是不准你們 談戀愛嗎 嗯 基本上是啦 沒有一言之心 不能跟他們是 妳跟妹妹不能戀愛是不是 可是妹妹可以跟外面的人戀愛 可以啊 可以啊 不是沒有硬性規定 但是如果 就是如果有喜歡的人什麼 都要跟公司告知 嗯 有人真的有告知嗎 喜歡的人也要告知啊 就其實大家會跟Andy哥聊什麼 妳說真的有人會告知 是會偵選一下 就看一下這個 外表身形 真的假的 看看是不是好人會不會被騙 這我們覺得也很難啦 因為根本沒有認識新朋友啊 嗯 真的有人來應徵要當妹妹的情人的嗎 沒有 沒有啦 沒有啦 打那個電話 因為如果小朋友 就是男生帶他們去吃飯就會付錢啊 然後他們想吃什麼就吃什麼就好了 喔 對不對 這個年紀交男朋友 對 是會比較這樣 所以大雅妳說妳 有朋友會怕妳餓到一直請妳吃東西喔 對 就是讓我整個很感動 貼心 是男生 女生很好的朋友 然後因為她剛好從美國回來 然後因為就是三不五時我們就會一直 她就會打成我電話問我說 啊妳最近好不好啊 我在國外都有那個 當作黑社會來看啊 然後她就說 她這幾天回來就沒事 就一天到晚逼我去跟她吃飯 然後她跟她爸媽去吃飯 她也要逼我一起去 她說唉妳都吃外面那很難吃的 跟我們一起去吃一些營養的 然後就是真的怕妳餓到 對 就是說唉妳不用省錢啊什麼什麼 可是妳還有以前打麻將 那是很偶爾的時候 那是很偶爾的時候 妳打五塊一塊的 妳的麻將輸贏是多少 麻將輸贏喔 差不多一千塊左右吧 而且我有一次很 我有一次很慘就是 我就想說好 我今天剩下一千塊 我就想說去拚一看 一千塊回來會不會變成兩千塊 結果去的時候 就會變成他女生 對 變成這樣 失敗啦 熱啦 不是 結果去之後 就輸錢就算了 然後我還不給 我就說唉我現在再還妳 我現在實際上沒錢 然後妳拿兩百塊來坐計程車 然後我坐計程車的時候 我就發現 因為我剩一張大鈔 然後他給我兩百塊 可是我坐到我們家大概要兩百多 然後我實際上也沒有零錢 我又不想把一千塊給那司機 然後就到兩百的時候 我說司機...這邊停... 然後我就給他錢 然後我自己走回去 就快到家 但我不想給他我的大鈔 因為那是我 真長的一千塊 對 我有這種感覺 所以你們都有碰過這種 錢快要到了 所以就下車的嗎 有 但是我會算很準 就是譬如他已經就是 因為你要坐到兩百嘛 那時候一百一九十五的時候 挑兩百的時候 你可以再坐一下 對... 就趕快點 那他跳的時候 對 他拿捏一下 那萬一二零五了呢 你就一直在找錢 那司機就說 阿必拿啦 你就一直找 對 會 兩百 兩百就好 大部分的會說阿必拿 對 妹妹也有這樣 我是以前曾經要靠聽力 因為那個BB就代表五塊錢 那我會先上車 大概知道自己剩多少錢 然後我就會聽 大概BB兩聲十塊 BB三聲十五塊 我就算到說 我錢幫你大概剩多少 我說他司機這邊停就好了 我在那邊下車 我就把我全部錢給他 例如說九十塊 那我剩下的錢 就自己走回家 可是你們現在 你們現在不窮了 為什麼還要這樣 要存錢 因為公司都希望我們存錢 而且公司的那個主管都會很壞 他就說 你們就一直花一直花啊 反正到時候 到時候錢下來就不給你們 所以你們一定要存錢 公司都會常說 然後我們就一直就是不能 不能做太over的事 就要一直做以前的事情 可是你們男生有買車了吧 沒有 而且威廉的摩托車 都壞掉停在路邊 都不停了 被我踢了一個多月了 超舊的 而且他那摩托車是那個 車墊已經是割開那種有沒有 他就一直不修 你為什麼不修 沒有 就每次經過那個地方的時候 啊 才會想到 我的摩托車還停在那裡 他在淋雨 對啊 我一直想要去修 可是沒有時間 因為我一直想著說 那如果我去修的話 那我又不知道附近哪裡 有停車場 那我就要推著那台車 這樣子一直走一直走 被人家發現會覺得很好笑 為了錢 抱抱堂堂還各個不顧偶 你是不是有買了一個厲害的摩托車吧 有啊 就是擋車啊 可是超台的那騎車 很好擺 可是我覺得 嗯 我不喜歡坐計程車 我喜歡騎摩托車 OK 因為騎摩托車才不會被革命根 聽說你們的粉絲有讓 那個你們去錄影的 攝影棚那邊的人貼公告說 有 不覺得你們的粉絲在那邊活動 我們錄影的那一天都會在外面貼公告 然後那公告的意思是說 就不准他們在那邊聚集 你們要聚集 你們就去附近店家這樣 嗯 然後有時候天氣很冷 或下雨的時候 你就會很擔心 他們怎麼辦 對啊 卡帽啊 那 所以那個大樓是覺得粉絲們怎麼了嗎 就是其實很危險 因為那路很小 那人非常的多 那車子經過就會感覺好像快撞到 沒有 是附近的住宅的民眾覺得 他們太吵 而且他們常常就是在那邊製造垃圾 對 而且常常有是太吵的時候 鄰居就會報警 可是我們又不忍心看到 歌迷因為 一個一個被警察脫走 要帶走 超可憐的 就錄影出來他們當然接著走過警察 對啊 對啊 沒有那麼誇張啊 那粉絲到底應該怎麼辦 就是安靜對不對 對啊 對啊 就去我們就是公開活動 有支持我們 例如演唱會啦 或前面會 不然你們錄影就開放觀眾席啊 有 我們有VIP 有啊 然後收一些門票這樣 可以站在外的收入 沒有這樣 除了 可能是除了寄衛生紙之外 也有寄吃的 有 那他們怎麼知道你們愛吃什麼 就 他們其實也不知道 他們就買當地特產啊 假如我們今天可能到新竹 他們就會買一些 什麼米粉之類的 就是說這熱的要趕快吃 可是一上車工作人員又滿 都覺得喔 如果不吃又浪費 然後就一直吃 然後大家就變胖了 對啊 我們有收過很多泡麵 對 然後我們都會互相分 譬如說他 妹妹也有收泡麵嗎 他得到兩箱香港來的泡麵 然後就譬如說一人來五盒這樣 不過我想要呼籲一下革命 他們都送我們太貴的東西 然後我們就有時候不敢收 又怕對不起他們 可是你都會用 你也會 沒有 他上次收到一個超 超貴重的 因為我隔壁都是 售我上萬塊的東西 他有收過電子琴 對 電子琴 或者是一件就是很貴 電子琴好幾萬耶 對啊 為什麼會給你電子琴 他可能知道我喜歡彈琴吧 然後他就送我電子琴 然後他就很喜歡送我們一些名貴的東西 譬如說一些包包之類的 然後是很貴很貴 可是他們又是學生 然後又不忍心他們花那麼多錢 那通常都是附屬了他們的名字對不對 不會說匿名吧 對 都是他們的名字 那你們會被要求說太貴的要交還給他們嗎 會啊會啊 嗯 我覺得遇過的比較誇張的是 我們上一次有一次去過年的時候去跑通告 跑一個簽名會 然後就有一個小孩子包就是 幾萬塊 幾萬塊紅包就給我們 小孩子 對 小孩子